这一个昆宇刚刚讲到 这个国建国造走到一个进程的同时 中国事实上文攻武贺也拉高 那这一回合除了在阶下海域中间闹事之外 今天包含军机跟军舰的老台 都有政治的意义 对这个我先讲一下 他用这些方式来 他其实不是新闻 他只是强度增加或是减弱 这样子的状况 那么他的目标 他其实他就是要 第一个政治上我一定要给赖清德难看 我不能不给他难看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蓝白阵营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一直在讲说 这是赖清德 这次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如果赖清德选上了 中共一点动作都没有 这样子他们就玩完了 所以他一定得有动作 完全可以预期 但是重点是怎么应对 那么中国的这个 这个采取的步步进逼做法 昨天有11艘军舰 这个来来侵犯 而且中间还有两艘 然后进入了这个金门的 然后进限制水域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什么 他就是在不断来做一点一点的压力测试 那就跟我们再捏一个那个铁球或铁壳一样 我不敢一下子把它捏下去 因为一下子会破 那我就给它捏一点点 捏一点点 再加压一下 看你有退了 我就退一下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我建议海巡署重新认知 也许它是为了息事宁人 那但是他说这个是钓鱼台模式 我非常坦白告诉你 他绝对不叫做钓鱼台模式 钓鱼台模式是对付日本 对付其他国家用的 他对付金门马祖 他叫做卢沟桥模式 这样懂我意思吗 他现在什么叫卢沟桥模式 他就找一个理由 我这边有死人了 或是我这边有人失踪了 所以我要进来 我要干嘛 然后出了事情 那你要割地赔款道歉 然后惩罚 所有的要求出来 这完全就是不平等条约的对待方式 如果我们的这个官方退让 这个去给他道歉 不论他现在外面传出来的消息 是什么书面道歉 哪有什么公开道歉 不论用哪一种方式 你觉得现在书面 你给他书面道歉 他不会公开吗 那不跟公开道歉一样 那么这样你跟他签了协议 说不准公开 你觉得会有用吗 他不会一定会给你弄出来 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 你必须做了一个底线 一个守住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气到什么地步呢 昨天有人打电话给马祖的立委 打电话给陈雪生 陈雪生蓝营的 那我们老朋友 他在电话里面都气得说 太夸张了 居然叫我们道歉 那执法有什么错 你道歉了我们就玩完了 大家都有这种认识 所以这个是底线 你不能退让的底线 那如果人家侵扰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 我在谈判的时候 海军署把脑袋搞清楚 这叫做如沟桥 打到这种底线的时候 如果你在退让的话 那就没完没了 他得寸绝对会进尺 这个事情虽然今天用这个题目 写文章骂柯文哲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实践者是要做 就做状况控制 跟柯文哲都一样 得寸都会进尺 你只要给他得寸 他就一定会进尺 他会把你逼到没有空间 我再举一个例子 那他有些船只 老共有些船只 或海警海巡什么东西 他居然插入了列宇 就小金门那边 跟金门本岛中间的水域 他这样穿过去 我说实在话 这个事情在以前 是绝对不允许的 因为那是我的运捕航线 一个岛屿守备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做运捕航线 我的运捕线 我的补给线 如果被切断的话 那个岛屿迟早就会落下来 当初美国人就这样 对付日本人 所以以前这个 你假如侵入这个中间东西 他警告你 你不走 马上距离射击就开打 因为这条线是绝对不允许 你把它遮断 那你看我们金下的 那个金门的 那个禁限制水域 你看他也是前面小 因为都贴近中国大陆 但是后面也很大 就是以廖螺湾为核心 向两边扩张 那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运捕线 那为什么要八公里 因为一般的船舰或干扰的话 那我在上面进行运捕 你船舰炮 一般的小船小炮 打不了那么远 大船就是另外的事情 好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必须搞清楚 然后用最坏状况去设想 去应对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要息事宁人 不是要怕发生战争 有必要的话 你该开炮 有必要的话 做好低度冲突的准备的时候 那你才会不怕他 你才顶得住 如果你顶不住 你就无限退让 你会被他挤压到最后没有空间 然后你自己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这是第一个 要把它搞清楚的事情 好 那么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除了谈判以外 这个我们的作战准备 我昨天就 我前几天其实就已经讲过 或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然后我们的作战准备 它其实是 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面 是有升高的 第三个事情 你今天对海巡这边 还在说什么渔民 新闻都已经出来了 说这几个人 他不是从正常渔港出发 他是在沙滩 抢滩登陆 上船 然后跑过来 那个就是走私 这些讯息或这些东西 你就应该主动发布 你就定名说 大家要吵就来吵 那我现在就是气势 而且还有很多物理的东西 我觉得官方其实是 可以比较详细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种45节的快艇 他假如这是这条船 他是比较平底的 他不是像我们正常船 是在这个船 什么配平在这样稳稳的行情 他是只有尾部触水 然后他就一直跳 一直跳一直跳 所以当他急转的时候 邦一下他自己就会翻 本来就容易翻 本来就容易翻 那到底是翻了 我讲一个现实的事情是 他到底是翻了的时候 因为追太紧了 所以翻了去撞到 还是撞到再翻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他本来就容易翻 那么金门在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 金门地检署在调查这件事情 的确在法律上面讲 说他是以朝过尸杀人侦办 但是这个讯息 对于海巡官兵 跟前线来讲 是一个非常坏的讯息 他会非常打击 前线的人去捡警 就去检查这个船只的士气 我们不要老干那种 打击自己人士气的 让我们自己的官兵 去产生寒山效应的事情 一出自先弄自己人 这不对 在这个事情上面 不论检警调或什么东西 他都必须在一个国安的系统下面 他可以独立侦办 司法独立 但是对外发布讯息 必须统一口径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在这个处理上面 是有混乱的 但是不是不可以修正的 原则没有错 但是在技术上面 跟底线上面 你必须设定清楚 如果你不设定清楚 你就会被人家逼到 最后没有路走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不可以 忍受的一个状况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